这个是准备好的蘑菇片 是的 给 你饭来了 那我忙去了 来 这个饭呢 要松松软软的 我知道了 放在这上面 这是火鸡肉丝 铺在上面 再浇一点汁 就好了 你看 怎么样 真好 其实做这个鸡肉饭呢 秀兰比我那行 我接个电话啊 好 喂 是郑松啊 你现在就过来接我呀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好吧 再见啊 没事吧 怎么了 没事没事 没事 我回来了吗 董事长夫人 珍珍 您怎么来了 是啊 我来跟你妈妈学做鸡肉饭 珍珍 你回来得正好 妈临时家里有事 想回去一趟 你替我陪一下 董事长夫人 好 不用着急 待会儿郑松来这儿接我 我让她用车送你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走回去 很方便很快的 不好意思 不陪你了 你 妈妈干吗那么忙 哎呀 你干吗呀 横竖都是躲不过去了 你不是已经答应 珍珍去工作了吗 你现在为什么要躲呢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秀兰 你不要拦我 我必须要离开 我不能见到她的 那你告诉我原因 你告诉我 你说出原因来呀 没有原因 我 我没有办法见到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你又没有做错什么 你这辈子辛苦 为她付出的已经够多了 她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就算你不要她偿还 那你也没必要不让她知道啊 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是她来找你 不是你去找她的 你要面对自己 面对她 走 你不要拉我 你走 走回去 跟我走啊 我回去 别拉我 你看你 你给她 走开 小心哪 小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夏正苏 你是 你 笑容哪 这位是 老朋友 你真的认不出来了 你 你是 你 玫瑰 我现在不叫玫瑰 我现在叫杨柳 原来 原来你就是珍珍的妈妈 我就是珍珍的妈妈 离开家乡以后 我就改名为杨柳了 那 你早就知道我在哪里了 只是你不想见我是吗 还是你根本就想躲着我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你有必要这样吗 就算你当年不告而别 就算你很快跟别人成家生子 但那也全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你有必要这样对我吗 夏政松你说什么呢 他不是不告而别 他是因为 他找不到你 我不过是外出工作了一年 我离乡背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 为了他 因为我希望能够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 结果呢 结果我一回到老家才知道 人去楼空 什么都没有 你现在告诉我 他是因为找不到我 所以不告而别 我不能接受 说呀 你告诉他什么原因 你说呀 你快说呀 你说呀你 说 我知道你家里头出了事 因为你爸爸欠了钱 所以你们得跑得躲 这些我都能够接受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 就是为什么后来 你完全不跟我联络了呢 我又不是不回去了 我的家还在那呢 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他当时是因为 他已经发现 秀乱 秀乱 董事长 夏太太还在店里等你呢 你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 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 你怀孕了 你不能留下来 会被人嘲笑的呀 秀乱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里头 还有一个女人的女人 为郑松生了两个女儿 一路陪他打拼事业到现在的女人 他没有理由要接受这个事实 他更没有理由接受 郑松在外边还有个女儿的事实 他这么一样的女人 这么温柔 善良 这样做对他不公平 那你呢 你就背负着这个秘密 一个人生活一辈子呀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了 你叫他 去吧 去吧 我